《楚桥传2》被爆原班启动 看到主演名单 网友近代女主回归 有关《楚桥传》第二部的消息 在该剧收官之后的第二年便开始出现了 已经周而复始了将近四年 本以为原班人马回归无望 不承想日前出现的一则消息 彻底刷新了观众们的认知 《楚桥传2》被爆原班启动 看到主演名单 网友近代女主回归 在前几日 网上出现了一则 引起无数网友的热议的消息 就是《楚桥传2》被爆出要原班启动 而且还被挖出了即将参演的三位新主演 据悉 在即将启动的这部《楚桥传2》中 将分别由盛英豪出演的男二燕巡 由于心童出演女二袁淳 由范经纬出演男配萧策 那么对于以上这三位新主演 大家是否了解呢 盛英豪1995年出生 2018年进入演艺圈 凭借一部《跑毒》首次出现在观众视线 随后相继出演《依非难求》 《斗魄乱世情》 传闻中的陈芊芊 《亲密玩家》 《沉默的正名》 《莫上人如玉》等作品 虽然斗霄出演的烟巡很深入人心 但是如今的她已经为了恋情 渐渐退出了娱乐圈 由盛英豪代替出演这部《楚桥传2》 也是无奈之举 于心童1993年出生 2014年踏足演艺圈 凭借情景喜剧《留学公寓》之《考神驾道》 开启演艺人生 随后出演《守护人》 《蒙七十神》 《一夜新娘》 《天舞记》等剧作 看到这里 观众们可能就要不解了 李庆出演的袁淳 已经到了无人可及的地步 为什么要在第二部中换人呢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袁淳的戏份 在《楚桥传2》中急剧缩减 说是女儿 其实根本没什么戏份 这样的角色已经不适合一线演员了 选择一个人气稍弱的演员 反而更为恰当 范金伟是1993年出生的 2016年踏入演艺圈 凭借一部话剧《大漠胡扬》 首次出现在观众视线 随后相继出演《维和不兵营》 《拜托了师兄》 《创业时代》 《全职高手》 《九州飘渺路》等诸多作品 在《楚桥传》中 肖册是个出场总共都不到20分钟的角色 唐石的邓伦也只是友情出演 虽然在《楚桥传2》中 这一角色的戏分略有增加 不过也只是个配角 坏人出演也是无可厚非 看到这里 大家可能就要看出点苗头了 要知道 观众们期待的《楚桥传》 原版无非就是赵丽颖 林耕新 李沁 窦霄 邓伦几位 如今有消息出现 后面三位饰演的角色 已经有了新的饰演者 而该剧又被爆出原版启动 那么作为原版回归的 是否就可以理解为 是赵丽颖和林耕新了呢 对于《楚桥传2》的这些新消息 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热议 并且还有不少网友认为 即将回归的原版人马 就是赵丽颖和林耕新 甚至直言 近代男女主回归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再刷楚桥传发现 荒谬谈话预设了最后的结局 宇文若两次兵剑救楚桥 第一次不消于言说 第二次无法言说 第一次还不曾相识 他救他 不过是举手之劳 不过是向宇文怀宣誓 你的计划又失败了 第二次两军对垒 各为其主 宇文若蒙着面 杀到城下的乱军之中 他冒着被公主识破的危险 救下楚桥 他心疼地揽她入怀 却不能把她带走 两军和谈畏果之际 双方观心微妙 小青的儿女在燕北处于危险之中 宇文若决定亲自去把他们带回来 宇文若说 小青是他派出去的 如今他不能不管 其实他还是担心楚桥 要亲自去看一看罢了 把一个人挂在心上 总也能找到去他身边的理由 和有事没事装路过 异曲通工啊 到处都是通缉宇文若的公告文书 宇文若却如入无人之地 这就是宇文若呀 我们也似乎不用担心 他会遇到什么危险 成渊是个大坏蛋 楚桥后悔曾经对他心思手软 如今楚桥被他截制 他还继续对宇文若和楚桥使唤 他设计了一场阴谋 把燕巡楚桥和宇文若都算计在内了 真是该杀 成渊派死士去告诉宇文若 楚桥为他留了出口 还为说得多了无脸再见楚桥而自尽 岳七觉得十之八九是个阴谋 叫宇文若不必理会 可是宇文若却说那十之一二呢 于是燕巡在冰湖射杀宇文若的奸计得逞 楚桥赶过来时宇文若已经遍体鳞伤 一直不懂宇文若说的那十之一二的含义 也不太能理解他的字头罗网 他牺牲那么大还搭上了岳七的性命 再刷楚桥传发现 荒庙谈话预示了最后的结局 楚桥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荒庙里去了 宇文若和他的手下正在那里吃火锅 如同在家里一样 又或者他就是特意在那里等着楚桥 宇文若秉退左右 他和楚桥说了许多道听途的话 两个人心有灵犀 嘴上说着道听途说不必当真 但是与我们而言却知道这些都是真的 虽然两个人身处敌对阵营 可是两个人对对方都很关心并且熟悉 宇文若说成渊这个人他见过的 自然功于心计十分难缠 如果燕巡不站在楚桥这边的话 楚桥是斗不过他的 原来宇文若甘愿去自投罗网 所说的那十之一二是楚桥一个人斗不过成渊 宇文若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不管 成渊与燕巡的设计 若宇文若不自投罗网 那么陈渊就要反过来对付楚桥了 如他所说 燕巡不会站在楚桥那边 楚桥一个人就会有生命的危险了 这就是宇文若所说的那十之一二的含义 宇文若自投罗网固然危险 但最起码此刻楚桥是安全的 宇文若说 朝堂风云变幻莫测 这些还都伤不到他 而真正能伤到他的 或许很快就不再属于他了 楚桥说 人如处于荆棘之中 不动则不伤 宇文若说 不动则不伤嘛 那他早已经被荆棘刺穿了 动则伤 不动也伤 是因为早已经被刺穿了 动与不动都一样了 荒谬谈话 早就预示了最后的结局 冰湖上 看到遍体鳞声的宇文若 那一刻 他如他的内心一样被刺穿了 楚桥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内心 他扑过去给宇文若一个身吻 不知道这个吻是否治愈了宇文若 被荆棘刺穿的内心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